手信用的狮子 嘻哩哩的下 雨滴打到狮子身上 只要一开口就喝尽好多雨水 难受极了 狮子依然努力的发出吼声 叫大家起床 多亏了狮子 动物们都能准时起床 大家忙着准备早餐和出门工作 公鸡对狮子说 雨下得这么大 我以为你不会早起了 我答应的是说到就要做到 不能因为小事就不信守承诺呀